在娱乐圈中不少艺人都跨界做生意 好像黄志贤之前就投资了七位数字和朋友一起做美容生意 这天美容中心正式开幕 阿奔的一帮圈中好友都有到场支持 包括关永和 陈慧山 欧阳振华 郭靖安 江美宜 滕丽明 杨仪 汤洛文 陈伟 张慧宜 陈松林 麦长青 张达伦 徐荣 曹永莲 谭玉英 黄子恒 何彦施 陈凯玲等 场面相当热闹 阿奔这次投资做生意 世事亲力亲为 他还担任美容中心代言人 拍摄广告和宣传照 展现好身材 因为这个我们公司的内容 有关于Body的服务 有很多产品都是跟这个Body有关的 所以我觉得 我没所谓啊 没所谓啊 没所谓 反正就是有有 刚好有这么好的真材 谢谢谢谢 刚好还是可以进人的 拿去吧 那这么多朋友 万一个个都跟你说要折扣啊 要优惠你怎么办 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今天来的全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有好的东西一定要介绍给他们 所以没问题 来吧 还要准备一间独立的房间给他们 有有有 我们之后呢 会准备在VIP的房间特意的为他们服务 阿奔开设美容中心 艺人朋友除了踊跃支持之外 最关心的莫过于是 问一下阿奔有没有优惠啦 我们的交情就不需要这个用金钱去衡量 我们的关系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个终生免费这种 这还说吗 好像三位都在剧里跟阿奥 做过有情人还是老婆的关系 老婆跟情人有 有老婆情人初恋情人 开花不接火的情人 都是老婆都是老婆 三年前做她的老婆 现在不是呢 我怕我们几年后 当她的妈妈你知道吗 他开了这个美容院以后 他每天都在做的时候 一定会比我们更年轻 一零三